原标题,中国无人机代写神威,追杀T-72坦克,一发入魂。 不久前,沙特军方公布了一则简短的战斗视频,却透露出庞大的信息量,视频中显示的是一架无人机作战主视角,只见地面上一辆额视T-72坦克,直接被无人机发射的地空导弹击中,坦克瞬间解体,炮塔都被炸飞输迷人。 彩虹4无人机机会T-72坦克T-72,作为上世纪苏联设计制造的一款明星主战坦克。 它全身披挂钢铁装甲,尤其是前半部分更是采用了复合装甲,之后的升级版本中,又加装了一层20毫米厚的装甲,可以说坚固耐用,性能稳定。 据统计截至目前,T-72已经生产了3万多辆,足以说明这款坦克的受欢迎程度。 然而即便是这样平时的主战坦克,依然被一架小小的无人机一击逼杀,它到底是何妨神圣,拥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了? 至沙特军邦声称,是品种摧毁武装组织T-72坦克的无人机,是中国产的彩虹副4B无人机。 被摧毁的T-72坦克见了年来,中国无人机可以说是国际军事场上的超级明星,尤其在进入中东地区后,受到了众多国家的热烈欢迎。 其中,以彩虹,一龙为主的个型号机型,几乎成为了各个武装组织的恐怖噩梦。 早在2017年,土豪沙特阿拉伯就从中国下单了300架彩虹副4B无人机,身边引进了整套生产线。 从近几年的使用情况来看,彩虹无人机果然不负众望,虽然偶尔被击落的情况,到看战绩的话,绝对是对付武装贩子的一大利器。 彩虹副4系列无人机,作为中国航空业的全套产品,综合性能不自于同类型的美国无人机,但价格却便宜得多。 沙特空军的彩虹4无人机作战能力方面,彩虹副4拥有四个挂架,可挂载如A21、A22之类的小当量空地导弹。 前者弹头重量约10公斤,射程8至10千米,射速1.1马赫,破架能力大于1000毫米。 对付其T172坦克,自然是手刀起来,时间不停,也罢不止。 在未来,中国的无人机产品只会越来越好,用户也会越来越多。 在无人机军售市场上,中国已经彻底的站稳了脚跟。 在无人机军售市场上,中国已经在无人机军售市场上,中国已经在无人机军售市场上。 在无人机军售市场上,中国已经在无人机军售市场上,最新军售市场上。 旅意荡可行人物的对目军售市场上,中国再商务市场上,中国比较来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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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もし越来越来越 persecution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